南投县爱新会举办第十届、第十一届理事长交接典礼 新政理事长赖秀玲 感谢历届理事长殿下基础 而爱新会默默行善多年 期盼借此抛砖引玉 让大家一起种福田 他也期许自己能把爱新会继续发扬光大 今天也是我们爱新会第34年 很多的荣誉理事长的殿下的基础 所以今天才有我们有这个爱新会 所以说我也希望说能够在我的任内 跟他发扬光大 其实我们爱新会平常都在默默的 做一些挤难救治的案件 还有儿童的任养 所以也是希望能够集大家的力量 来共同来做我们社会的公益 泡砖引玉能够更大的回响 希望有爱心的一起来种福田 也希望说我们社会更和谐 来参加新谢任理事长交接典礼的 副县长陈正生表示 他感到特别高兴 因为有爱的地方是最美的 特别感到高兴 因为有爱的地方是最美的 我们都了解爱新会 那是自己自讨腰包来做社会公益 那几十年来协助县政府 做了非常多的一个社会福利 以及弱势团体的一个救济 陈淑慧议员表示 很多社团都是在争取经费 但是爱新会成立至今33年 一直都是只有付出 无所求 正是所谓的有爱最美 他期盼大家来学习爱新会会员的 博爱精神 福田大家一起来种 整个南投县爱新会成立至今 共有33年 可以说他们是无所求的 所有的社团 一定会向政府来争取经费 但是这个社团是以付出为 主要的一个目标 那我想有爱最美 让我们大众来学习 我们南投爱新会的一个博爱 希望说这个福田大家来种 让我们社会能够得到 很大的一个温暖 曾正言议员肯定 新卸任理事长都是棒棒接强棒 希望爱新会能继续传承 把爱新输送给需要温暖的人 棒棒接强棒 两个都是做得都真的好 希望说以后的 我们这个爱新协会 可以更好 用我们的爱新的输送给 需要温暖的人 南投县爱新会 对新卸任理事长交接典礼简单而隆重 县议会秘书长陈国中 及县议员陈淑慧 曾正言都到场致意 期盼爱新会继续传承发扬光大 让社会更温暖与和谐 记者王水仙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